您如何看待臺灣統害團體走上街頭 抗議賴清德將所謂過境竄美呢 國民黨前立委蔡振元 跟中國媒體一搭一唱 用竄訪形容副總統過境美國 部分國內在野人士配合對岸操作 內外夾攻大搞依賴論帶風向 就在同一天 中國同步宣布在東海進行軍事演習 那麼利用聯合行間真的手段 去綿密的掌握所有的臺海的動態 目前基本上臺海所有的戰備狀況是正常的 即便是中國例行軍演 但選在賴清德出訪進行挑釁意味農後 中國甚至在我國有幫巴拉圭雜錢收買當地媒體 像是ABC色彩報 最新時刻報 五日報 準備刊登支持一中 不歡迎賴清德到訪等 試圖帶領輿論風向 還把觸角深往瓜地馬拉 尼加拉瓜等媒體 賴清德出訪中國干擾不斷 除了軍事恫嚇 製造輿論 收買特定媒體 安排美國親中團體城抗 外交挖角以及發動網路攻擊 至少五招擾亂賴清德出訪 利用這個時間搭配 讓大家覺得有這個造勢的作用 其實中國對我們的威脅 是不分我們有沒有出訪 上升到國安的層級 來處理這些中國使領館動員 中國出手段 但有沒有效從美國嚴控中方抗議 或許就能略值一二 307.5 黃岩姐 任務台北參謀道